莫少 夫人她又走了 作者 围城 演播 田小莫 莫生 天诺 后期制作 悠悠 第五十六集 莫青行将手中的针管和倒下的林雨柔一起交给旁边的保镖 目光放在宋然的脸上没有移开过 宋然看着莫青行手里的针管才明白林雨柔为什么突然倒下 她愣愣地看着莫青行不说话 你是想自己跟我走 还是想像他一样被抬走 莫青行 你这是什么意思 莫青行没回答他 而是掏出了另一根针管 向宋然晃了晃 哎 我跟你走 莫青行听到这话挥了挥手 立马就有两个人对宋然做出一个请的姿势 宋然视死如归地走出公寓大门 临走时回头看了一眼屋子 那里面还有齐军送她的一大树满天星 如果齐军知道她又回到了莫家 会不会恨她呢 宋然的视线被缓缓关上的电梯门阻断 她垂下眸子 心里不断地告诫自己 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要后悔今天的决定 宋然目光所及之处也越来越熟悉 很快 车停在了莫家门口 宋然看着熟悉的大门 心里百感焦急 她终究还是回来了 莫千行抓住她的手腕 急步走进了屋里 客厅里站着三个穿白大褂的医生 像是等候已久的样子 一看见莫千行立马上前恭敬地唤了一声莫先生 莫千行点头示意 退后一步将宋然交给他们 宋然心里瞬间明白莫千行想干什么 他乖乖地任由他安排 你不问我我想要干什么 我问有什么意义 问了 莫先生也不会放我走 宋然干脆张开双手 一副任凭处置的样子 莫千行瞳孔微缩 她的一言一行都和宋然截然不同 从前的宋然看见针头变化神色紧张 十分害怕 可眼前的宋然却毫不畏惧 失忆了 可生理的本能是不会改变的 莫千行心里起了疑心 她一定要等医生检查过后再说 宋然被打了一针镇静剂 倒在莫千行怀里 宋然柔软的身体唤醒了莫千行的身体记忆 她开始心跳不断加速起来 将宋然抱进房间放在床上 莫千行带上了门 静静地坐在书房 等待着检查结果 半小时后 医生敲响了她的房门 情况如何 莫千行立马起身问道 为首的一个医生摘下口罩 应准没回答道 宋小姐 脑中未发现瘀血 但是后颈处有一个明显的疤痕 被纹身遮住了 这个疤痕所在的位置 十分靠近记忆神经 所以说如果受伤过程中 伤及到了记忆神经 的确有可能出现失忆的情况 那有没有可能恢复记忆 这个 得看病人的意愿 如果病人潜意识里排斥这段记忆 那恢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啊 莫千行陷入了沉默 宋然当然是排斥 他应该恨极了她 送走了医生 莫千行回到房里 震惊记得药效还未过 宋然还在沉睡之中 莫千行坐在床边 他静静地看着沉睡中的宋然 他已经好久没有仔细地看过她了 她瘦了 脸庞不再像从前那般红润 莫千行忍不住伸出手 接近她巴掌大的小脸 拇指在她柔嫩的脸上来回摩擦着 心里泛起了一阵疼惜 天色微明的时候 宋然就醒了 她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一切都是内腕熟悉 手工编织的落地窗帘 外面熟悉的鸟叫声 头顶镶满水晶的吊灯 宋然起身下床 被窝在沙发里的莫千行 吓得尖叫了一声 她像是一夜未睡 眼瞼下泛着淡淡的黑色 醒了 莫千行的声音 比早上的凉夜还冷几分 宋然微微点头 莫千行从沙发上起来走出房间 不过一分钟又回来了 手里还拿着一张纸 记得这个吗 莫千行将那张纸递给宋然 是宋然的卖身协议 怎么会不记得 宋然正是因为这张协议 生活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什么 宋然拿起仔细地看起来 情妇 就算你失忆了 但你这宋然的事实 是不可更改的 你别想掏出我的手掌心 莫千行一根手指 挑起她的下巴 语气带了几分魅惑 几分威胁 我说过 不叫宋然然 宋然也好 宋然也罢 只要是你 就只配做我的情妇 莫千行不知什么时候起 点了一根烟 重重吸了一口 难道齐军没告诉过你 你原来的身份是什么 我原来的身份 你原来叫宋然 就是这纸上的宋然 宋然 你这辈子 都别想逃离我 莫千行掐灭烟头 突然凑到宋然面前 忽舒的气 带着烟味 喷在宋然脸上 呛得宋然咳嗽起来 宋然不说话 他怕多说几句 就暴露了 他其实没有失忆 这个事实 莫千行 却并不打算 就这样放过她 他两根手指 挑起宋然的下巴 脸凑得十分近 近的宋然可以看清 他脸上的每一根寒毛 你的父亲害死了 我的父亲 这个债 你要替他偿 你胡说 宋然眼眶发红 情绪有点激动 他的父亲一生为人正直 连爬到手上的蚂蚁 都舍不得伤害 怎么可能因为贪图利益 就去谋害人命 怎么 你想起来了 莫千行看他如此激动 眼睛一眯 怀疑地看向宋然 意识到自己情绪过于激动 宋然深呼吸一下 又换上了宋然然的面孔 请莫先生出去 我还要继续休息 出去 去哪儿啊 这是莫家 只要我想待在这儿 谁也没资格命令我 莫千行 又凑到宋然的耳边 压低声音说道 还有 情妇 就该履行情妇的义务 莫千行的语气十分暧昧 换做以前的宋然 早就开始令红心跳 妈她不要脸了 可那毕竟是从前 现在的宋然 不是几句话就能被撩到的 莫先生 你若觊予我的美色就直说 何必扯这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来当借口 宋然说着 反而妩媚地笑起来 一手攀上了莫千行的肩膀 只见蜻蜓点水般 划过她的耳垂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